道路爆裂发生在彰化县深岗乡全新工业区新公路25号前 A7博油铺面及马来自的管线炸开隆起 连人孔盖也弹起疑味 台电彰化区维护经理吴昆颖说 底下马来自的管线属于客户进行新钢铁所有 是16万1000超高压线路 用于提炼钢铁 气爆原因还要调查 可能是气爆 那个底下有枣气 底下有枣气 然后又碰到密闭的空间 就好像我们那个瓦斯 瓦斯是一种可燃气体 它会扩散 它在开放空间会扩散 但是里面是风 道路是封起来的 所以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它里面的氧气如果燃烧完之后就会感受气爆 新新型钢铁厂也派源到现场了解 强调必须由公共公司找出详细的原因 全新工业区主任阮胜述表示 由于瓦斯管线在路面的另一侧 现场没有瓦斯位排除瓦斯气爆的可能性 初步研判是早期气爆 尽管集中黄军委张化现报道